女毒贩丁一经前年无照驾车,在独有刘千辉外出狱警方两检,刘南大喊,我被通气,赶快倒车,丁女竟在路宽不到四米的夜市向道高速倒车,免此一位帮母亲收摊的六岁女童,二审一成年人杀害儿童罪判丁女十六年及刘南十四年徒刑,最高法院维持二审判决,全案定验。 判决指出,丁女,二十三岁,前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,无照驾车在刘南,二十三岁,即一名沉浸男子,在桃园观光夜市北浦路汉中正路口被警网拦检,由于车上有刚买来的毒品,K他命,刘南大叫,我被通气,赶快倒车,丁女不管警员敲窗壳阻,冲踩油门高速倒车,连撞两座摊架,六岁赖姓女童, 从当时正在夜市帮妈妈收摊扫地,惨遭丁女撞倒,压断右大腿,头部在被丁女车尾及路边车辆夹住,丁女池还需踩油门推开后方阻力快速逃脱,女童因头部重创,当场不治。 最高法院指出,丁一经警卫毕竟拦货,罔顾人命,以快速倒车方式逃离查起,造成女童走势的严重损害,审查丁的犯罪动机,知识程度,家庭经济状况及为与被害人家属和解等情。 二审科刑及各项论断说明,并无判决不但理由或理由矛盾为物,倒车年死孝顺童,丁女判十六年,突爆戏资料照分享。